下一題 農夫挑扁蛋 就變成人的失利一個 然後東西的重量有兩個 扁蛋長1.2公尺 兩邊的菜是20跟30 不計扁蛋重 農夫要挑在哪一邊 他才會平衡呢 一樣 誰受力 扁蛋兒 受哪些力 畫力圖 注意 中間有個F 那個F是什麼東西 扁蛋壓在肩膀上 壓上去會給他一個支撐力 正向力 就是農夫往上抬的力量F 然後呢 他說問我 他距離20公尺多遠 就X 另外一邊就1.2-X 也可以寫120-X 隨便 反正單位大家都用一樣就可以了 一邊掛20 一邊掛30 來一樣要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合力要等於0 合力局要等於0 但是問題是你要算力局就需要支點 算力局就需要支點 要支點 誰當支點 誰都可以當支點 要掛在20也可以 掛在F也可以 掛在30也可以 我現在掛哪裡好 這裡不是要求力啊 是要求X嘛 好像掛哪邊都 差不多嘛 並沒有讓我省到 可是有個我不爽算是誰 不爽算 F嘛 F不用算嘛 對不對 把他幹掉他 拿掉他 你放在F上面 這樣我省了 我省一個力局要算 我可以節省一個力局要算 OK F就沒有力局 對不對 省掉一個算 OK 合力要等於0 怎麼辦 向上等於 向下 所以F就是20加30 很正常嘛 東西總共中50 我往上抬50 OK的 那合力局要等於0 順時鐘要等於逆時鐘 誰順時鐘 誰順時鐘 應該是30 對不對 所以利弊乘以利 誰順時鐘 20對不對 所以利弊乘以利 OK 然後後面就是偉大的數學 認真算 努力算 好好算 答案就會出來了 0.72 答案就C了 OK 可以嗎 可以 下一題換各位 這叫喬夫 喬夫呢 斧頭重只有一邊 可是我用手握住 握住 然後給他一個力量向下 然後撐住他 他問的就是肩膀受力 就剛才那題的F 剛才那題的F 飄扁蛋那個F 就是肩膀那個力量多少 好 肩膀那個力量 要買多少呢 那一樣 誰受力 斧頭 受哪些力 要注意喔 我的手會把它往下壓 他才能夠撐住 所以有一個手的施力 同時肩膀有個支撐力 然後斧頭有個重量 OK 好 然後呢 就合力等於0 上等於下 左等於右 再合力等於0 四十鐘等於逆時鐘 但是你需要挑一個 挑一個支點 然後才能夠去算力 支點跳哪裡 隨便挑 開心就好 來 帥哥叫做29 沒有29 帥哥叫做28 28起立 先不要講朱起立 偉大的知憂生大哥 朱 請坐下 好 來 斧頭受力 然後受哪些力 好 我剛剛講過了 手要一個往下壓的力量 才能夠撐住他 所以有個X向下 肩膀有個挑的力量 F向上 然後呢 按照他所寫的 我的距離寫下來 四十六十 寫好 OK 好 然後第一個叫做 合力要等於0 合力局要等於0 合力要等於0 要上要等於下 所以F等於X加4 再來一個合力局要等於0 順時鐘要等於逆時鐘 但是要等於0 但是要算力局需要誰啊 支點 要挑一個支點 誰 挑誰當支點 我剛剛講的N變了 挑誰都可以 我喜歡挑在我不用算的上面 這一題我誰不用算 X不用算 對不對 我要求的是F 所以我把支點放在X上面 放在X上面 那麼就可以帶順時鐘等於逆時鐘 誰順時鐘 4造成順時鐘 誰逆時鐘 F造成逆時鐘 所以利弊乘以利 100乘以4 利弊乘以利4乘F 40鐘等於逆時鐘 然後面就是神奇的數學 答案就叫做10 所以答案就會選豬 這就是我們的解題 OK 有問題嗎 沒有